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师傅 叶师傅 听说您太太是大学生还会教书 那我们的孩子能不能托付您太太管教管教 是啊 叶师傅 实在是不想再让我们孩子跟着小日本学习了 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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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一个也是教 教大家也是教 当然可以 谢谢叶师傅 太好了 可以坐下吗 小夏 你怎么迟到了 我家住得远 那坐下来 听课吧 好 这首诗的意思呢是每天灯火通明的时候啊 大家就要起来读书了 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刻苦读书 好可爱哦 你再发现那就 是挺快的 小夏 这是什么样的 张老师 我爹娘说你教书辛苦 我们没钱交学费 这只小鸭子能生蛋 您留着 我们一起养 以后我们就可以吃到鸭蛋了 妈 他可真漂亮 我看看 那我们就一起养小鸭子好不好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谢谢小夏 真是没有想到 鬼门先生的书店内 反而能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 鲁迅先生 是我们日本人尊敬的作家 他的文学作品 不仅中国人需要看 我们日本人也同样需要 看来鬼门先生的见解 与你们日本侵略者不太一样 叶先生 喝酒 如今的掌权者 根本不懂文学 他们也不关心文学 他们不理解文学的力量 像鲁迅先生的作品 进 是进不了的 那不会有麻烦吗 我日本人的身份 对我还是很有帮助的 鬼门先生 对中国文学有兴趣 我倒想听听叶先生 对鲁迅先生的看法 鲁迅先生 他笔下充满了对人民的爱 我不明白的是 日本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侵略者 从前 日本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 他们崇尚尊卑 秩序和积累 富士山非常地美 如果现在别的国家 侵略日本 到处烧杀抢掠 您如何看 叶先生 敢说敢做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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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口底下 又能说什么 做什么 这场战争 马上就会结束了 而且会很快 希望到那个时候 我们俩能够抛开战争 对我们的影响 真正地坐下来喝一杯 五公命 学生呢 他们都去中国人的学校上课了 老大 公命 八十七 二十一 八十八 二十四 三九 二十七 四 你们要干什么 都给我 带回去 黄军要把你们全部带走 带走 不可以 开枪 住手 林森 你要干什么 这是一个有正规批文的学校 你这样强行抓人这不合规矩啊 胡说 他们不可能有批文 批文刚刚下来 你们 把这个说好吧 挂起来 只要有了他 今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们 中国人教中国的孩子 总比日本人教好啊 佛山临时政府 对于这所学校非常满意 你们就好好办下去吧 山田君 走吧 这个人打了 黄军的战士抓回去 山田先生 这件事应该我来办 我会处理好的 滚开 山田君 你只是个小学的监督 抓人的事应该我来负责啊 别笨 委屈你一下 跟我走一趟 好 好 来来来来 绕一下 好 来上车 抱抱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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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青山这个大汉奸 对他们一家子还挺客气的 看见了 可不是 这就是汉奸 汉奸哪 我觉得肯定是汉奸 记得我话说话真是这好下场 话说话真是这个 谓券 话说话讲话真是这个 话说话说话真是这个